糖尿病的患者可以做白内障手术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冯昭辉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颜科主任医师 糖尿病伴发的这个白内障 不管是他是病发的还是他和老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是 就是说同时发生的 那么他是可以做手术的 而且是大有人在 只要他的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 一般我们讲空腹血糖要小于 0.8个毫毛每升 那么他完全是可以接受白内障手术的 这个病人有糖尿病 他引起来了玻璃体出血 我们需要给他做玻璃体切割手术 这时候呢他周边部浑浊的 会妨碍我们手术 对后节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处理 这时候我们就要把白内障一块去掉 那么小的时候